欧巴马回忆录 巴拉克欧巴马 第二部分 是的 我们做得到 第九章 在1993年 密雪儿与我买下位于海德公园社区东景园公寓大楼的第一个家宅 那是有三间卧房地点优美的公寓 坐落在普罗蒙特里峰 Promontory Point 与密歇根湖对面 宽阔的庭院只有山珠鱼 每年春季盛开亮粉色的花 房间像列车般相连 空间不大 但铺有硬木地板 采光不错 餐厅恰到好处 且富有胡桃木橱柜 与我们先前未省钱而赞助的岳母家二楼相比 新家堪称豪华 而且我们以容许的预算 添购了Crate and Laro沙发 Ace Hardware灯饰和户外家具 厨房旁边还有窝碗间用来处理工作的小书房 密雪儿把它称为洞穴 里面塞满了成堆的书籍 杂志 报纸 法律简报 批阅中的试卷 大约每隔一个月 当我找不到所需的东西时 就会花上一个小时狂热的清理洞穴 而在为此自豪约莫三天之后 房间又会回复到乱七八糟的状态 洞穴也是我唯一可以抽烟的地方 不过在女儿出生后 不过在女儿出生后 我就把坏习惯带到外头有点摇晃的后廊 有时这会打扰到在我家垃圾桶翻找食物的浣熊家族 随着小孩出生成长 家的样子变化多端 各处桌角多了保护幼儿的防撞泡棉 餐厅渐渐被婴儿游戏护栏 颜色鲜艳的地面和各式玩具战具 我每天至少会踩到那些东西一次 然而 这不算大的公寓并不绝拥挤 反而扩大了我喧闹的年轻家庭的乐趣 水花四溅的洗澡时间 尖叫声四起的生日派对 我把女儿抱在怀里轻摇时 例如架上音箱传出的魔城 Motown音乐或骚沙舞曲 Salsa 当我们得知同龄有人在更富裕的社区 买了更大的房子后 我们只曾在某个夏天有过搬家念头 那时有一或两只老鼠 我们不确定 时常在我家长走廊跑来跑去 蜜雪儿对老鼠成群出没不胜其扰 我却急愚蠢地露齿而笑 我耻他夸大其词 惹得他威胁 要带女儿离家出走 最后我找人翻修厨房地板 才将问题解决 因为祖母帮忙 我们是以原价减四成的价格 27万7500美元 买下这间公寓 房贷分30年支付 利率固定 以我们的收入来说 扣除每月房贷还能过上舒适的生活 但随着两个女儿日渐长大 抚育 就学 夏令营等费用相应增多 而我们念大学与哈佛法学院时的学贷本金 却似乎未见减少 我们开始时常捉惊见肘 信用卡欠款增加 几乎难以存钱 因此 当马丁建议我们成利率走低 考虑房贷再融资 我随即于隔日致电 临近的房贷经纪人 刘平头 精力充沛的年轻经纪人证实 借由再融资 我们每月可省下 约100美元 鉴于房价居高不下 他询问我们是否也考虑利用住房净值贷款 取得一些现金 他说 这是日常业务 只需与他的鉴定人合作 我最初有些疑虑 脑中想起外祖母提醒我要理智的话语 然而 经过盘算且考虑到父亲信用卡欠款后 将可存到钱 我发现经纪人言之有理 经纪人和鉴定人都没有费时来检视我们的房子 只让我提供三个月的薪资单和一些银行对账单 然后我签署了一些文件 从经纪人办公室取得一张4万美元支票 心中隐约觉得自己摆脱了某些东西 这就是2000年代初期的房地产淘金热 在芝加哥 似乎一息之间就会有新开发案冒出来 房价以前所未见的速率攀升 利率则处于低档 某些建案只要求10% 5% 甚至零头7款 因此为何要放弃额外的卧房 花钢研厨房台面 精致的地下室等 杂志与电视上坚称的中产阶级生活标准配置呢 那是极佳的投资 万无一失 只要买了房子 就可以把它当作个人的提款机 能够好好装饰门窗 去长年想望的坎坤 Kenten度假 或弥补去年未上调的薪资 许多朋友 继承车司机和学校教师都对炒房跃跃欲试 大家突然对期末整付 Balloon Payments 浮动利率房贷 Adjustable Rate Mortgages Case Shiller房价指数 Case Shiller Index 狼狼上口 如果我和气地告诉他们要谨慎 房地产其实难以预料 不要涉入太深 他们会向我保证 他们的表亲或书博大赚了一笔 并平平沾沾自喜地暗示我不了解状况 在我当选联邦参议员后 我们卖掉了东景园的公寓 售价不但足以还清房贷 住房净值贷款 Home Equity Loan 还小赚了些钱 然而 某晚开车回家途中 我发现房贷经纪人办公室 以人去楼空 窗户上贴着大幅的出售或出租告示 虽然开发商持续以降价招来买家 但北岸与南环内一带所有新建公寓似乎都无人问津 一位从政府离职考取房地产经纪人执照的前员工 曾询问我是否有任何工作机会 因为新活计并未像他期望的那样顺利发展 我并不感到意外 也没因而惊慌 心想这只是市场的景气循环 但返回华府后 我与友人乔治海伍德 George Haywood 在国会山庄附近公园吃三明治时 不经意向他提起芝加哥房地产市场走软的事 乔治从哈佛法学院辍学后 成为专业的21点玩家 像华尔街证券交易员那样 凭借应对数字和风险的技能赚钱 最终其个人投资大发力士 他的秘诀在于抢得先机 他告诉我说 一切才刚开始 什么意思 乔治说 我是指整个房市 整个金融体系 纸牌屋即将封解 在下午的阳光照射下 他快速地就蓬勃发展的刺激房贷市场 为我上了一课 银行过去会把房贷债权放进投资组合里 如今则将高比率的房贷债权 打包出售给实现资产证券化的机构 既然银行现在可以把房贷违约的风险转移 各家银行集不断地放宽售信放款标准 而向受信方收取费用的信用平等机构 未经适当平息证券化的房贷违约风险 就将其停为3A级 全球各地现金充足的投资人 觊觎高投资回报率 纷纷抢购高风险的次级房贷衍生性金融商品 使得住宅金融淫淡日益丰沛 与此同时 或国会授权收购合格房贷债权以鼓励民众买房的房利美 Fannie Mae与房地美 Freddie Mac两大公司 因属于半官方机构得以低于其他公司的成本借到钱 从而深度涉入刺激房贷市场 使得股东因房市欣欣向荣而裁员滚滚 乔治说 这一切造成了典型的房市泡沫 只要房价维持高档 自然皆大欢喜 不需要首付款就能买到梦想的房子 开发商供不应求 银行越来越复杂的金融商品获利丰厚 避险基金与投资银行借钱豪赌金融商品 家具零售商 地毯制造商 工会 报社广告部门 莫不寄望房市盛况不衰 但鉴于房市荣景时 有许多信用与还款能力不佳的人 硬撑起来 乔治确信泡沫终将破灭 他告诉我 芝加哥的情况只是危阵 一旦大地震来袭 次级房贷最活跃的佛罗里达 亚利桑那和内华达等州将受到远为严重的冲击 当大量房贷户开始违约时 投资人马上会明白房贷担保证券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根本不是3A级 届时他们将仓促退场 尽快抛售 而持有这类证券的银行 将因亦受挤兑影响 而紧缩放款以弥补损失 或维持资本式足利 从而使信用与还款能力合格的家庭也不易获得房贷 造成房市进一步低迷 如此恶性循环 难免触动市场恐慌 而由于涉及金额庞大 恐将造成我们此生前所未见的经济危机 我听他说这些话时 深觉难以置信 但乔治不是爱夸大的人 尤其是涉及钱的问题 他告诉我 他基本上预期房贷担保证券价格会一路下滑 因此大举放空 我问说 假如爆发全面危机的风险这么高 为何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或银行监管当局或财经媒体都没谈论此事 乔治耸耸肩道 我还想问你呢 回到联邦参议院办公室后 我请助理向银行委员会对口人员查证一下 是否有任何人听说刺激房贷市场出现问题 我们得到的报告是否定的 联准会主席指出 房市有点过热 房价最终是将修正 但历史趋势显示 金融体系或整体经济并未面临重大威胁 由于手上有许多其他必须处理的议题 包括期中选举即将登场 我逐渐淡忘了乔治的警示 事实上 数个月后 2007年初我与乔治再次会面时 金融市场与房市虽持续疲弱不振 但似乎不至于发生严重状况 乔治说 由于损失惨重 他已被迫放弃做空 我只是没有足够的现金继续放空 他平静地说 然后又补充说 很显然我低估了人们 持续这场荒诺闹剧的意愿 我没问他损失多少钱 就转移了话题 我们告别时 都不知道荒谬闹剧还会持续多久 更无从知道一年半后 其可怕的恶果 会对我入主白宫发挥关键作用 欧巴马参议员 我是汉克鲍尔森 在共和党全国党代表大会 落幕一个半星期后 首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会登场前11天 财政部长鲍尔森 与我通了电话 原因很显然出于金融体系崩溃 并正拖垮美国经济 虽然选战开打时 最重大的议题是伊拉克 但我的变革诉求始终也强调 必须制定更进步的经济政策 我看到全球化与革命性新科技 至少已持续20年合力彻底改变美国经济 美国制造业者着眼于低成本劳力 而将生产转移到海外 再将价格低廉的产品运回国内供大型零售商售 使得国内小企业无望与之竞争 近年网际网络更摧毁许多类别的办公室工作 甚至消灭了某些产业 在这个赢家全拿的新经济中 控有资本或掌握特定高需求技能的人 不论是科技创业家 避险基金经理人 球星勒布朗詹姆士 Lebron James或喜剧演员杰瑞塞恩菲尔德 Jerry Seinfeld 能运用资产进行财务杠杆操作 进军国际市场 积累史无前例的财富 而对于一般劳工 资本跨国移动与生产自动化 意味着他们的谈判条件持续弱化 制造业重镇丧失生机 低通货膨胀率与廉价平板电视并无法补救资钱 工时缩减 临时工作 薪资停滞 福利减少 尤其是医疗健保与教育费用双双攀升等问题 这两者较少受自动化影响 社会也更趋不平等 即使是中产阶级 也逐渐因开销过高 被迫班里有较好学校的社区 或有较好工作展望的城市 他们无法像财力更好的家庭那样提供孩子学术水准测验考试 SET 备考课程 电脑营 无报酬但宝贵的实习等 额外辅助 在2007年底 美国财富分配不均几乎比其他所有富裕国家都更严重 而且向上社会流动也在富裕国家面底 我相信这些都不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无论是远速到里根总统时代的政治选择造成的结果 在经济自由 小布什总统所谓的产权社会 ownership society的旗帜下 美国民众持续地在为富人减税的政策下缩衣结实 而且集体协商权相关法令始终备而鼓用 更有人试图将社会安全网私有化或零碎化 从幼儿早期教育到基础建设的联邦预算始终不复所需 这些都造成财富更加分配不均 使得许多匮乏的家庭甚至进不起小规模的经济乱象 我主张将国家推向相反方向 虽然我不认为美国可以反转自动化或斩断全球供应链 但在贸易协商上 我们应可谈成更完善的劳工与环境条款 而且我确定我们能像过去那样 调整法规与制度以确保愿意工作的民众获得公平待遇 我竞选时在每个城市和小镇都传达相同讯息 承诺对高所得者调高说服 以支应教育研究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重大投资 我也保证会强化工会 调升最低薪资 普及医疗健保 并使学子负担得起大学学费 我想让民众了解 小罗斯福总统过去曾创下先例 透过勃感的政府行动拯救了资本主义 从而奠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繁荣的基础 我也一再强调 完善的劳动法规昔日如何造就了生机勃发的中产阶级 欣欣向荣的国内市场 以及消费者保护法规如何太出不安全产品和诈欺骗局 注意合法企业繁荣茁壮 我也说明完善的公立学校 州立大学和美国军任权力法案 G.I.B.L. 如何使世世代代的美国人得以发挥潜能 并促成向上社会流动 社会安全保险与联邦医疗保险 使民众年老时生活得以稳定 而诸如田纳西和股管理局Tennessee Value Authority的政府投资案与州际公路系统的 不但提高生产率 也提供给无数企业家发展平台 我确信 我可以调整 然后善用这些策略 除特定政策之外 我也想恢复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毕竟在扩展机会 促进竞争与公平交易 确保市场为所有人服务等方面 政府都曾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然而 我唯独没想到会有重大的金融危机 尽管我的友人乔治很早就提出警告 但直到2007年春季 财经媒体上才不断出现令人不安的头条新闻 在次级房贷违约案急剧增加后 全国第二大次级房贷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ial宣告破产 而最大次级房贷机构全国金融公司Countrywide Financial 则因联准会介入强迫其与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合并才免于破产 这使我产生警觉 在与经济团队讨论过后 我于2007年9月在纳斯达克交易所发表演说 指责当局对次级房贷市场的规范失能 并提议强化监管 我可能比其他总统候选人更早察觉大事不妙 但仍远未能掌握华尔街走向失控的步调 随后几个月期间 金融市场出现安全投资转移 Flight Safety 贷款机构与投资人都把资金转向美国公债 并严格限制受信 把资金撤出任何可能在房贷担保证券上承受重大风险的公司 全球所有主要金融机构几乎都在这次风暴中曝险 有的直接投资了这类工具通常是以债养债 有的把钱借给了直接投资房贷担保证券的公司 美龄证券 Meryl Lynch 在2007年10月宣布其房贷相关损失高达79亿美元 花旗集团 City Group也仅是其损失可能接近110亿美元 到了2008年3月 贝尔斯登 Bairsterns投资银行股价一日内从57美元重挫到30美元 迫使联准会策划了一场键卖 最后该行由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得手 谁也说不准资本大失血速率惊人的华尔街三大投资银行 高盛 摩根市丹利 Morgan Stanley 尤其是雷曼兄弟 雷曼兄弟 会不会在何时遭遇相同下场 民众不禁把这一切看成是贪婪银行家与避险基金经理人的报应 对那些翻船的公司和长拿2000万美元红利如今被迫卖掉游艇、私人喷射机和豪宅的人 大家只想袖手旁观 我亲自会见过许多华尔街高阶主管 因此知道他们大多数不是全部与人们的刻板印象没有两样 自民得意 想有特权 挥霍无度 对自己的决策如何冲击其他人始终无动于衷 棘手的是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金融恐慌中 各家公司不论优劣都可能受其影响 不可能只有那些不顾后果肆无忌惮者受苦受难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 当今所有人事务都息息相关 在春季时 美国进入全面经济衰退 此前整整十年 房市泡沫与低利贷款 掩盖了美国经济整体结构弱点 如今房贷违约层出不穷 信用紧缩 股市重挫 房价直落 大小企业都例行准节 许多公司裁减员工取消订单 并延缓对新厂与信息科技系统的投资 当人们失去工作 或是抵押资产净值和退休金锐减 或被迫用尽存款 清偿信用卡债 当然也必须节省支出 于是他们延后买新车 不在外出用餐 并推迟度假计划 而商家因生意惨淡开始减薪 并进一步节省开支 这形成典型的需求 缩减恶性循环 情况逐月恶化 三月的数据显示 每11件房贷案 就有一件余期未缴款 或抵押的住房遭法开 汽车市场也一蹶不振 到了五月 失业率攀升0.5% 是20年来最大的月度增幅 面对这个棘手难题 小布什总统在经济幕僚敦促下 促成国会两党达成协议 通过总金额1680亿美元的经济救援包裹法案 推行减税与退税等以刺激消费支出 为经济打一记强心针 然而 其效果因夏季油价高涨而大打折扣 经济危机持续恶化 在7月间 全国电视新闻台不断播出绝望民众在加州印第麦克 因Diamat银行排队挤兑 导致该行倒闭的画面 而规模远大过该行的美联银行 Wachovia则因财政部长鲍尔森原引系统性风险 例外以防止其失败后才得以存活 国会另外也授权以2000亿美元 防止房利美与防备美倒闭 这两大民营公司总计担保全国近九成房贷 两者都被内入新成立的联邦住房金融局 Federal Housing Finance Agency的政府保护机制 尽管当局大举介入 大家仍觉得市场摇摇欲坠 瀕临崩溃 仿佛当局是在填补一个持续不断扩大的破洞 而且至少就当时来说 政府已无计可施 财政部长鲍尔森就是为此打电话给我 过去他人高盛执行长时 我们曾有一面之缘 光头的他高大戴眼镜 虽然看来不好应付 但为人谦逊 当年初见面时 他主要谈论自己对环保的热衷 而经电话中 他远就沙哑的声音听来更加粗嘎 不难想象他满心优惧又精疲力竭 在那天9月15日周一早上 市值6390亿美元的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 财政部没有出手干预这件史上最大的申请破产案 显然危机已进入全新阶段 他说 我们预料市场的反应将会非常糟糕 而且情势可能还会恶化 直到出现转机 他解释为何财政部与联转会都决定不就奄奄一息的雷曼兄弟 也说明何以其他金融机构全都不愿出手救助 小布什总统授权 他向我和麦肯简报此事 因为当局进一步的紧急措施 需要两大党的政治支持 鲍尔森期望我和麦肯的竞选活动 都能考虑定适度回应当前的严峻情势 我们不需要看民调就能明白鲍尔森对政治的忧虑是正确的 当时距离大选仅剩7周 随着民众逐渐体认到危机的严重程度 政府想要花费人民数十亿美元税金 来替自意妄为的银行纾困 支持度一定是介于带状炮枕重症与宾拉登之间 鲍尔森与我通话隔天 才正不重新界定高盛与摩根士丹利 准其创立可接受联邦保护的商业银行 以避免发生大灾难 然而 信平极佳的既优蓝筹公司人会突然借掉不到日常营运所需的资金 而先前被视为安全如现金一般流通的货币市场基金money market funds也开始垮掉 对民主党来说 把惨剧归咎于共和党政府是轻而易举的事 然而事实远为复杂得多 金融法规松绑是始于克林顿时代 而且在刺激房贷市场蓬勃发展期间 有许多民主党国会议员鼓励民众买房 而共和党寻求连任的国会议员既受民调低落的现任总统拖累 还背负经济彻底失败的包袱 若在投票支持更多为华尔街纾困的提案 将形同自掘坟墓 我告诉鲍尔森 如果你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 最大难题将会出于几方阵营 而非我方 许多共和党人抱怨政府对银行的干预 违反保守派的小政府核心原则 他们指控连准会逾越权限 有些人甚至无视自己过去八年无孔不入地 寻求削弱所有金融法规 厚颜无耻地抨击监管当局 未及早发现问题 鉴于麦肯迄今的公开评论都含糊其词 我敦促鲍尔森因应事态发展 密切与麦肯联系 身为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麦肯不可像其他共和党人那样 与小布什划清界线 他曾使言会更续小布什大部分经济政策 这实际上已成为他最大的弱点之一 在初选期间 他曾坦诚自己不太懂经济政策 而日前他还向记者说 搞不清楚自己有多少房子 答案是八间 以致更让人觉得他不知民间疾苦 据鲍尔森指出 麦肯的政治问题将变得更加棘手 毫无疑问 麦肯的政治幕僚将敦促他 远离政府一切救助金融机构的努力 如果麦肯选择不支持当局 那么民主党将会对我的团队严厉施压 逼迫我们追随麦肯的做法 然而 在结束与鲍尔森的对话时 我已明白不论麦肯怎么做都无关紧要 鉴于事态严重 我应当抛开政治考量 做我必须做的事 以帮助政府稳定情势 我告诉自己 想当总统就要拿出总统应有的作为 如我所料 麦肯对迅速发展的事态难以做出前后一致的回应 雷曼兄弟宣布 申请破产当天 麦肯在一场电视转播的造势大会宣称 经济基本力依然强健 这试图安抚民众的话 全然不合时宜 我的团队对此提出严厉批评 在当晚的群众大会 我质问他 参议员 你说的是哪个经济体 接下来几天 雷曼破产的新闻引爆金融市场全面恐慌 各地股市大跌 陷入绝望的美龄证券 被美国银行诟病 与此同时 联准汇2000亿美元银行纾困款 证明不服所需 扣除用以救援房利美和房地美帝庞大金额 其余85亿美元在政府紧急接管美国国际集团 AIG后用进 该集团为保险业拒过 对次及房贷证券化市场提供城堡 是典型大到不能倒的公司 他与国际金融网络盘根错节 一旦倒闭是将拖垮一系列银行 然而 即使政府介入 他仍持续失血 雷曼陷落四天后 小布什总统 财长鲍尔森 联准会主席班百南克 Ben Burnett 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考克斯 Chris Topps 联媒上电视呼吁 国会必须通过问题资产纾困计划 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 TARP 据以新设7000亿美元应急基金 他们估计 这是避免世界末日的代价 或许是急于弥补先前的失策 麦肯宣布他反对政府为美国国际集团纾困 但一天后又反转立场 他对问题资产纾困计划的立场也暧昧不明 似乎理论上反对而实际上支持 看着这些曲折发展 我们却信危机因归就于小布什麦肯的经济一程 他们优先考量的是有钱有势的人 而非中产阶级 我们也认为麦肯还没准备好引领美国度过经济危机的艰苦岁月 不过 我还是竭尽所能信守对鲍尔森的承诺 只是团队发表公开评论时谨言慎行 以免妨害政府促成国会通过救助计划的机会 我和经济顾问奥斯坦古尔斯比 Boston Bruce Lee及杰森福曼 Jason Furman也着手与专案咨询小组 包括前联准会主席保罗沃克 Paul Walker 前财长赖瑞萨莫斯 Larry Summers 传奇投资家华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磋商纾困计划 他们都经历过重大金融危机 且一致认为此次非同小可 据他们指出 若不迅速因应 极可能引爆全球经济崩溃 这将再造成数百万美国民众失去住宅与积蓄 并将导致大萧条时代那种大规模失业潮 他们的简报弥足珍贵 对于了解危机具体细节和评估各式应对方案注意良多 我还被他们吓坏了 当我前往坦怕市 Tamper准备与麦肯进行首场辩论时 虽自信至少能在经济实质问题上言之有误 但我也愈来愈担心 危机拖延下去会对全美家庭造成何等冲击 若没有这场令人焦急的危机 我可能不会那么期待 我在饭店三天为辩论预作准备 鉴于我在初选辩论时 所言前后矛盾 这次必须勤做功课 团队征召了两位律师及政坛老将朗克雷恩 Ron Klein和汤姆多尼伦 Tom Donilon相助 他们帮过艾尔高尔 迪尔克林顿和约翰凯瑞等总统候选人 一开始 他们就为我详细解析辩论模式 并给我一份凡是想得到的题库大纲 他们和阿克赛 普洛菲公关顾问安妮塔邓恩 安妮塔邓恩等人接连数小时 与我反复演练 使我能准确讲出令人满意的详尽答案 朗语汤姆还坚持在比特摩尔饭店 Biltmore Hotel精确复制一个辩论舞台 并在第一晚就让我做了全程90分钟的仿真辩论 他们就每一细节提出严厉批评 包括我的步调姿态和语气 这使我精疲力竭 但无可否认很管用 就寝时我确定自己会梦到那些辩论要点 尽管他们竭尽全力要我专注 但外界消息仍使我分心 休息时 会接收市场发展和问题资产纾困计划立法展望新讯息 称之为立法有点言过其实 因为鲍尔森提交国会的法案仅三页 内容以公式化用于授权财政部运用7000亿美元收购问题资产 或更广泛的采取必要措施遏制危机 皮特劳斯告诉我 由于媒体与福斯都对金额怒不可恶 且两大党国会议员均对细节缺如的法案犹豫不决 政府掌握的票数远少于过关所需 联邦参院多数党领袖哈里瑞德与联邦众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都在电话中向我证实此事 他们都是精明务实的政治人物 不会放过痛击共和党以巩固民主党国会多数的机会 但在接下来几年 他们都愿意一再地在重大议题的胜败关头搁置政治 有时是在大发牢骚之后 对于问题资产纾困计划 他们都寻求我的看法 于是我分享了诚实的评估 民主党有必要助其在国会过关 只需要附加一些条件 确保他不只是给华尔街的免费赠品 他们都回应说 只要共和党领导阶层争取到足够的党籍国会议员支持 他们会让民主党团跟进以达到过关所需票数 这实在不妙 法案不受欢迎 大选降界任一方都不想让对手得到弹药 看来准会酿成僵局 为求走出死胡同 我开始认真思考友好的 来自俄克拉布布和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伯恩意想天开的点子 我与麦肯共同发表声明 倡议国会通过某种版本的问题资产纾困计划 科伯恩劝说 如果我们这么做 将何时法案表决 摆脱政治束缚 让紧张的国会不再殖民于大选的冲击 得以做出理性的决定 我不知道麦肯会如何回应 这可能成为虚谎一招 但我明白 除非救助法案过关 否则捧难避免全面经济衰退 因此我认为值得一事 在我结束竞选活动回到饭店后 麦肯与我通了电话 他的声音温柔有理 但不是谨慎 他对联合声明保持开放态度 但也正思虑另一想法 如果我们暂停选战会怎么样 如果我们延后辩论返回华府 静待救助法案过关又会怎么样 虽然难以想象把选战搬回华府会有任何帮助 但麦肯显然有意超脱日复一日的你争我夺 以求法案过关 这鼓励了我 于是我小心翼翼使自己不智听来不屑 我建议双方选战经理人构想一系列选项 供我们考虑 然后我们于一两小时后再彼此联系续谈 麦肯对此表示同意 挂掉电话时我想终于有了进展 我随即致电普洛菲 只是他打电话给麦肯的选战经理瑞克戴维斯 Rick Davis以贯彻计划 数分钟后 我发现刚与戴维斯结束通话的普洛菲 眉头伸锁 他说 麦肯将召开记者会宣布他打算暂停竞选活动 返回华府 怎么回事 我们十分钟前刚通过电话 是 好吧 耍了我们 戴维斯说 麦肯甚至不会和你辩论 除非救助法案在接下来72小时内过关 他还说麦肯将公开呼吁你与他一起暂停选战 因为麦肯参议员认为当前政治应退居次要地位 普洛菲说这些话时看似想要揍人 数分钟后 我们看着麦肯在电视上宣布他的计划 他的忧郁异于言表 对此我们很难不感到愤怒和失望 若宽容地看待此事 他应是出于不信任 我才会这么做 他怕我建议发表联合声明是想借此站上风 所以决定抢得先机 而我幕僚的看法一致的不那么宽容 他们认为情急的对手又耍了一次思虑不周的政治花招 不论是不是耍花招 华府政坛一群知情人士认为麦肯此举是高招 当他的记者会结束后 我们立刻遭到焦虑的民主党顾问与华府支持者讯息轰炸 他们都说我们必须暂停竞选活动 否则指此国家紧急时刻 同有失去道德制高点之余 以我们的性格和经验来说 自然都无意 屈从世俗认知 我认为两个候选人都在华府摆姿态只会降低而非提高问题资产纾困计划过关的机会 我也觉得金融危机使得候选人辩论更行重要 这样选民才能直接听双方说明将如何领导国家穿越未知的领域 但拒绝麦肯的呼吁犹如一场豪赌 因此我召集团队询问是否有人不同意我的评估 他们毫不犹豫地其声说没有 我微笑说 就这样吧 一个半小时后 我召开记者会表明不会暂停竞选活动 我指出自己定期与财长和国会领袖磋商 假如有必要 我随时可以立即搭机返回华府 然后我临时加了一句后来左右媒体报道的话 总统必须有能力同时处理许多事情 虽不知选民会如何反应 但我们觉得这个决定很好 当我们坐下来推演后续不咒时 普洛飞收到白宫幕僚长约书亚伯尔顿 Josh Bolton的电子邮件 要他打电话联系 普洛飞迅速冲出房间 几分钟后 他眉头伸索回到房间 很显然 麦肯要求小布什明天在白宫主持一场 你和麦肯语谈的会议 而且国会领袖打算长时间讨论 已就问题资产纾困计划达成协议 小布什随时会致电邀请你 普洛飞摇头 他说 这真的很扯 白宫内阁会议室 虽不大大很体面 地上铺着是有金星的红地毯 淡黄色墙面上装有阴形地灯 房间北面壁炉两侧角落 立着典雅的华盛顿与富兰克林大理石半身像 房中央摆着闪闪发光的桃花新木椭圆形大桌 20张沉重的皮革座椅围桌排列 椅背上各箱有小巧的黄铜名牌 标示出总统、副总统和内阁各成员的专属座位 这房间是建造来承载历史的重量 适合大家在此冷静的深思熟虑 多数十日 阳光会从面向玫瑰花园的法师落地门窗照进室内 然而 9月25日小布什在麦肯催促下召集会议那天 乌云遮蔽了天空 总统、副总统切尼、麦肯和我 鲍尔森、裴洛西、瑞德 以及共和党领袖约翰、贝纳、John Bonner 与密切、麦康默、Mitch McConnell 还有国会各相关委员会主席和高阶成员 一起围坐在桌边 沿着墙有一群白宫和国会幕僚 不断记录重点和翻阅厚厚的简报 大家看来都不是很想来这里开会 此前一天 总统与我通电话时 对这场会议显然不是很热心 我几乎完全不同意小布什的每一项重大政策 但我喜欢这个人 我发现他为人爽快 还会幽默地嘲讽自己 让人不会有防备之心 我不能告诉你为何麦肯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他一听来几乎像是道歉的语气这么说 他知道鲍尔森与我每天通言数次 并对我和民主党国会议员在幕后协助表达感激之意 如果我是你 绝不会想来华府 小布什说 但是麦肯要你来 我不能拒绝他 希望我们能速战速决 我事后才得知 鲍尔森和执政团队其他成员都反对这次会议 而且理由名正言顺 在先前几天期间 国会领袖对问题资产纾困计划的立法旗舰已开始缩小 开会那天早上 有些报道指出 两党已达成初步协议 但联邦众院共和党议员于数小时后撤销了协议 鉴于协商已进入微妙阶段 总统顾问正确的研判此时把我和麦肯推入商谈过程 很可能必多余力 然而 小布什否决了顾问的看法 我不能怪他 考虑到共和党内对问题资产纾困计划的抗拒与日俱增 他经不起与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搞坏关系 这整个过程有种彻底装模作样的气息 看着会议室里众人阴神的脸 我了解到大家聚在这里不是要进行实质的协商 而是陪着总统努力安抚一个人 总统简短地开场白 呼吁团结 然后鲍尔森接着报告市场当前状况 并解释将如何运用问题资产纾困计划基金向银行收购不良房贷债权 所谓的有毒资产 从而改善银行资产负债表并恢复市场信心 如果财长和联准会主席认为这个计划可行 小布什说 那么我给予支持 按照礼仪 总统接下来请众院议长南希裴洛西发言 而南希客气地表示 民主党人想让我先代表他们说些话 南希和哈利主张此会应以我为焦点 这让我心存感激 因为这样不仅能确保 麦肯不会抢占上风 也表明同党伙伴认为我们的政治命运 修其与共 南希此举似乎让共和党人措手不及 我注意到总统对南希露出他招牌的微笑身为精明的政治人物 他已认清他的灵活策略 然后朝向我点头 接下来几分钟我谈论了当前危机的本质 救助法案的细节 以及民主党认为必须处理的金融监管 金融业主管薪酬 屋主救济等问题 基于麦肯和我都曾公开承诺 在努力救助金融业之际不完政治 我向总统表明 民主党国会议员将会投下法案可通过所需比例的赞成票 但我警告说 如果共和党某些领袖真的像媒体所说 坚持重理全新计划 则将导致协商陷入民闹 后果会很严重 小布什转向麦肯说 约翰 既然巴拉克先讲了 我想接下来应当让你发言才算公平 大家都望着下巴紧绷的麦肯 他看来想要说些什么 但考虑后又改变主意 一时显得坐立不安 最后他终于说 我想等轮到时再发言 就像人生一样 选战有时也会出现只剩一条路可走的时刻 这时会觉得众多的可能结果缩减成只剩一种必然结果 这种情况在此时发生了 小布什双眉挑高 看着麦肯 耸了耸肩 然后请贝娜发言 贝娜说 他不打算重理计划 只是想要做一些修改 包括一项他难以说清楚的方案 其中涉及联邦政府对银行的损失提供保险 而不收购其资产 我询问鲍尔森是否已看过共和党这个提案 是否认为他可行 鲍尔森斩钉截铁 表示此案行不通 这时 联邦参院银行委员会高阶成员理查谢尔比 Richard Shelby 插话说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问题资产纾困计划不可行 他还建议白宫给国会更多时间来考量所有选项 但小布什打断他的发言并表明当前刻不容缓 随着时间慢慢过去 越来越能明显看出 共和党领袖都不熟悉问题资产纾困计划最新版本的内容 也不了解他们自己的修正提案的本质 他们纯粹只是努力想避免让他们感到为难的表决 在双方拟来五网吵了一阵之后 我再次跳出来发言 我说 总统先生 我依然想听麦肯参议员的意见 大家都看向麦肯 这时他读着手上的备忘卡 南南说了些我听不清楚的话 然后陈枪懒调地讲了两三分钟 他说会谈似乎有了进展 而重要的是给贝纳更多空间来促使他的党团转而支持 就这样没有计划也没有策略 甚至对如何调和不同立场也没有丝毫建议 当麦肯放下备忘卡 像个被三阵出局的打者般垂头丧气 房间里鸦雀无声 我几乎为他感到遗憾 因为他的政治团队鼓励如此高风险的举动 却让他毫无准备就来开会 实在是待乎职守 而记者听到风声后将毫不留情地痛批他的表现 麦肯怪异的表现导致内阁会议室陷入大吵大闹 南西与联邦众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高阶成员斯宾塞巴卡斯 Spencer Batches相互争论 法案新版本强化对难税人的保护措施是谁的功劳 来自马萨诸塞州强悍又机灵的民主党众议员巴尼弗兰克 Barney Frank不但熟悉法案 且可说比任何人更努力地帮助财长争取法案过关 这时他也开始嘲讽共和党人不断喊说 你们有什么计划 众人争到面红耳赤愈吼愈大声 彼此互不相让 而麦肯始终一语不发坐在椅子上生闷气 见到场面如此糟 总统最后站起来说 我显然无法控制这场会议了 散会吧 接着他突然转身从南面的门离开 此情此景令我目瞪口呆 在麦肯与共和党领袖迅速于冠离去之际 我把南希、哈利和其他民主党人拉到相邻的罗斯福厅 由于我们先前决定会后不向记者发表任何评论 我想确认情绪激动的他们不会说任何使事态更加严重的话 当我们讨论如何积极地总结这次会议时 鲍尔森走了进来 整个人显得极度疲惫且紧张不安 多位同仁开始像对待游乐场不受欢迎的小孩那样赶他走 甚至有人奚落他 高大的鲍尔森站在南希身旁央求 南希、拜托你 然后他悲伤地已混合了幽默与绝望的姿态 弯下六尺五寸的六十二岁身躯 丹西找得说 我求求你 别把事情闹大 南希浅笑说 汉克 我不知道你是天主教徒 然后他迅速收敛笑容 冷酷地说 你可能没注意到 但意图把事情搞砸的可不是我们 我必须称赞鲍尔森 他起身后 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让民主党人拿他出气 于是 在出去面对媒体时 大家都已冷静下来 并同意会努力正面解读此次会议 鲍尔森与我计划当晚再次会谈 离开白宫后 我致电普洛飞 他问说 进展如何 我想了一下 对我们来说 很好 但基于我刚才所见 我们最好能赢 否则国家会完蛋 我本质上不是迷信的人 孩童时期的我 没有幸运数字 也没有幸运护福 我不相信有鬼魂或妖精 虽然曾在生日吹熄蜡烛时许愿 或往许愿池里丢钱币 但我母亲总是很快地提醒我 想使愿望成真就要努力工作 然而 在竞选过程中 我发现自己偶尔会与灵界妥协 例如 某天在爱荷华州的竞选活动结束后 有个穿机车骑士外套 魁梧 绪胡的刺青男子大步走向我 把一样东西放到我手上 他说 那是他的金属制幸运筹码 曾助他在赌城无往不利 他要我收下他 一周后 再先喊不下周 一名金发女孩 给了我一小块粉红色心形锅里 在俄亥俄州 有位脸上皱纹身陷的修女 笑淫淫地送给我银色十字架 我的幸运物种类与日俱增 其中有小佛像 俄亥俄七叶树种子 制成标本的幸运草 小型的哈姆曼 哈姆曼 神猴青铜像 各是天使像 念珠 水晶与石头 每天早晨 我习惯从中选出五六样 放进口袋里 带点自觉的追踪 特别顺利的日子里 身怀的是哪些幸运物 假如幸运物 不能保证万事万物 会朝有利我的方向发展 那也无伤大雅 每当我在手上把玩它们时 或在一场接一场的活动间移动 听着它们叮当作响时 我都会感到慰藉 这些手感舒适的幸运物 总会让我想起遇过的人们 他们也隐微 但持续地向我传递人们的希望与期许 在辩论当天 我也有特定的例行仪式 早晨始终用于复习辩论策略与重点 下午则从事一些轻松的竞选活动 四点步安排行程 我会在这时快速锻炼身体 以摆脱过剩的肾上腺素 再前往辩论会场前90分钟 我会刮胡子 冲个热水澡 然后穿戴雷级挂在饭店衣橱里的新衬衫 白色 领带 蓝色或红色 和刚烫好的蓝色西装 晚餐吃的是味介食物 七分熟的牛排 烤土豆或薯泥 清蒸花椰菜 到了辩论前约半小时 我会一边复习笔记 一边听着耳机或小型可携式音箱传来的音乐 我后来欲罢不能地爱听特定歌曲 最初是一些爵士经典 麦尔士 戴维斯 Miles Davis 的爱开游的弗瑞迪 Freddy Freeloader 约翰柯川 John Coltrane 都我的最爱 My Favorite Things 法兰克西那区的幸运女士 Love Be A Lady 在一场初选辩论前 我接连把最后一首歌播了两 三次 陷阱我当时缺乏自信 后来 我发现听饶蛇歌最有助于正确思考 尤其是这两首歌 杰斯 JZ 的出示提升 My Yow Street Song 和阿姆 Eminem 的豁出去 Lose Yourself 他们都是关于挑战不可能和冒险精神 挺好 如果瞬间实现一切梦想的机会来临 你会当机立断 还是坐视良机 他们也都提及平机制过活 拼命赚钱和虚张声势以掩饰恐惧 还有对无中生有的感受 那些歌词让我觉得是在讲述我早年的烈士处境 当我西装笔挺搭乘客情局乡行车前往辩论会场时 我会随着音乐节拍频频点头 私下感受一丝反抗气息 在当前人人小题大做或恭敬顺从的环境中 这使我不至于更生猛和真实的世界脱节 这就是我在充满狡诈的处境里披荆斩棘不忘初衷的方式 在九月底初次与麦肯辩论前 我恰如其分地依照惯例作息 吃牛排 听音乐 感受口袋里性运务的重量 直到上台辩论 但老实说 我并不需要太多运气 当我抵达密西西比大学校园辩论会场时 已不再是不被看好的人 不到50年前 黑人男子詹姆斯莫瑞德斯 James Meredith 曾为了进此校就读 不得不坚定地取得最高法院命令 和500名联邦执法人员保护 这次辩论是我是在必得的一场竞赛 正如所料 媒体有关白宫会议全然失败的报道 对麦肯毫不留情 而且麦肯的问题还更趋严重 因为在辩论前数小时 他的团队竟然宣布 国会关于问题资产纾困计划的协商 已因麦肯介入而获至进展 所以他会恢复一度暂停的竞选活动 并参与辩论 我无论如何都会在辩论会现身 即使只能与主持人吉姆莱勒·吉姆埃尔来场 一对一电视谈话 记者们都看穿了麦肯的最新举动 认为他实际上就是在政治花招造成反效果后 仓促撤退 首场辩论并无太多 令人惊喜之处 麦肯在台上显得轻松自在 他拼凑了许多竞选演说台词和共和党正统说法 并足以大量幽默和优雅的言语 然而随着双方持续唇枪舌剑 愈来愈显而易见 麦肯对金融危机一知半解 也提不出应对计划 而我则状态良好 克雷恩与多尼伦的训练无疑着有成效 我直觉地尽可能避免致使答案 无可否认 电视观众和媒体名嘴都发现我的应答更有说服力 而是前准备也使我不至于拖泥带水 此外 我与麦肯辩论时的心境和其他辩论迥然不同 我总觉得先前和希拉蕊及其他民主党人的辩论 可说是精力求精 努力提升格调的细致赛局 与我和麦肯的辩论存有实质且深刻的差异 选民在我们之间做抉择的风险 会持续数十年经久不消 其后果将影响数百万人 而我自信对国家当前挑战之之甚强 也确信自己的想法比麦肯更能因应难题 我精力充沛地与麦肯辩论 九十分钟的交锋几乎全程让我感到乐趣无穷 辩论结束后 针对意向未决选民的快速民调显示 我以悬殊差距压倒麦肯 我的团队兴奋不已 互相激掌激全称情 可能也有人私下松了口气 蜜雪儿虽高兴但反应较淡然 他厌恶辩论会 他说在辩论会上不论对手怎么说我 或不论我表现多糟 他都必须处置泰然 尽管他感到反胃或觉得像是没麻醉就被钻牙 事实上不知是出于害怕带来厄运 还是对我胜选的前景游戏参半 他通常避免与我谈选战中的赛马式竞逐 因此当他那晚就请后转身问我 你会赢 对吧 我吃了一惊 仍有很多事情可能发生 但没错 我有相当大的胜算 我看着妻子 他若有所思 似乎想解开心中谜团 最后他点了点头 并明示着我轻柔地说 你将会获胜 他吻了我的脸颊 然后关掉电灯 把棉被拉到肩膀 辩论过后三天 也就是9月29日 问题资产纾困计划法案差13票 未能在联邦中院过关 民主党议员有三分之二投下赞成票 而共和党议员有三分之二投了反对票 道琼指数随后狂写七七八点 许多选民眼看退休金蒸发 纷纷打电话向选区议员连连抱怨 而媒体也炮声隆隆 于是两党足够多的议员改变反对立场 最终时的修正版法案于数日后过关 我甚感宽慰并致电象努力有成的鲍尔森道贺 然而法案通过虽对救援金融体系事关重大 但整个过程并未扭转民众对共和党与其总统候选人的观感 选民已无法信任 他们能负责任地处理这场危机 与此同时 普洛菲几个月来促成的多项决定开始获得成效 我们让组织者与志工大军分散到全国各地 帮为数众多的新合格选民完成登记 并在多个州发起史无前例的提前投票作业 我们的线上募款持续有捐款涌入 使得我们有能力投放文宣 而在大选投票前一个月 麦肯阵营突然宣布将停止在历来的关键决战地密歇根州打选战 把资源集中于其他地方 这几乎冒犯了普洛菲 他摇着头说 放弃了密歇根 他们就赢不了了 还不如举白旗投降吧 麦肯竞选活动的新焦点是一席成名的乔 沃泽尔巴彻 我曾于数周前 在俄亥俄州托雷多挨家挨户拜访选民时 遇见过沃泽尔巴彻 在民众清扫树叶 打理汽车 看顾骑脚踏车的小孩时 登文给他们一个惊喜 可说是我最乐在其中的竞选活动 那天当我在街角为一群人签名 并与他们聊天时 一个李光头 年近40岁的男子说他名叫乔 并询问我的税赋计划 他说自己是谁管工 担心像我这样的自由派 会使他更难成为成功的小商人 当时有一群记者在场 摄影机持续转动着 我解释说 我只打算对战总人口200分号的最富裕人士调高税赋 增加的税收将用于教育和基础建设 这将使经济和他的生意更加欣欣向荣 我告诉他 要确保更多人获得机会 这样的所得 重新分配至关紧要 友善的乔梅被我说服 我们尊重彼此有权利各持己见 相互握手后各自离去 乘车回饭店途中 吉布斯说我分散财富的言论有问题 吉布斯就像任何杰出的选战公关主任一样 能正确无误地听出哪些话似乎无害 却能引发政治风波 你在说什么 民众对那句话不会有好感 他们会联想到共产主义 我笑着说 我主张反转小步时为富人减税的政策 是要把财富从像我这样的人身上 重新分配给像乔那样的人 而吉布斯看着我 就像家长看着一再犯相同错误的小孩一样 我与水管公乔对话的影片很快就到处流传 迈肯开始在辩论会上给我穷追猛打 他的阵营竭力暗示 品格高尚的乔揭露了我重新分配财富的社会主义秘密一程 他们甚至把乔奉为美国心脏地带 Middle America的责任 电视新闻主播突然纷纷访问乔 电视上也出现了乔的广告 迈肯还带着乔参加造势大会 乔本人似乎时而感到愉快 时而感到困惑 甚至偶尔会被激怒 而在一切说尽做尽之后 多数选民显然认为乔不过是严肃的选战中引人分心的消遣 对于从肖恩汉尼提 上海尼提和拉神明博获之新闻的大部分选民 乔是更大的选战叙事的一环 相关的言论涉及赖特牧师 并指称我效忠激进的社区组织者索尔阿林斯基 萨尔尔林斯基 我与曾是激进团体地下气象 Weather Underground成员的邻居比尔埃尔斯 Bill Ayers的友谊 隐晦的传承穆斯林文化 听信这些说法的选民不相信我只是计划扩大社会安全网 打算终结伊拉克战争的中间偏左派民主党人 而认为我是更阴险 可怕 必须加以封杀的人 为了把这个紧急地出于爱国心的讯息传达给民众 他们极其仰赖心目中最无畏无惧的都是沙拉培林 自8月起 培林高调地接受一系列媒体访谈 成为周六夜现场 Saturday Night Live和其他深夜脱口秀节目的亮点 不过他的威力不仅如此 在10月第一周 他的演说吸引了大批民众 更慷慨激昂地点燃了他们的本土主义怒火 他指控我结交那些不惜攻击自己国家的恐怖分子 还暗示我对美国的看法与大家格格不入 参与集会的群众身穿硬有培林的动牛犬 拒绝共产党等标语的续扇 高喊恐怖分子 杀了他 砍他的头 这类口号 长期潜伏在共和党边缘的恶灵 排外 反制 偏激阴谋论 憎恶黑人与棕色人种 似乎经由培林找到了走向中央舞台的途径 每当有口吐培林是言论的支持者走近时 麦肯总会很有礼貌地推开他们 这证明了麦肯基本上是有为有手的人 在明尼苏达州一场造势大会 一名男子透过麦克风表明声恐我会当上总统 麦肯也不以为然 他说 我必须告诉你 他是一位正派的人 他当总统 你不必感到害怕 结果引来群众的嘘声 在回答另一名问题时 他表示 我们都有斗志 我将会奋战 但我希望大家尊重对手 让我们确实做到这点 因为这是在美国从政之道 有时我会当个侍候诸葛 怀疑麦肯选培林当副手 是否出于知道他引人注目的崛起 将成为未来政治人物的一个范例 并将促使共和党中央与全国政治 朝他比弃的方向发展 当然 我未曾直接向他寻求答案 2008年选战造成的伤害挥之不去 在后来十年间 我们只能勉强维持关系 但仍真心尊重对方 我喜欢这样想 如果一切有机会重新来过 或许他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我也相信 他真的把国家摆在第一顺位 伊迪斯柴尔斯一年多前 在南卡罗兰内州格林伍德 为我创始的选战口号 如今人人琅琅上口 在热得反常的十月天 依然万头攒动的足球场 或都会公园造势大会上 发动了 准备冲吧 发动了 准备冲吧 的口号 总是在会场响彻云霄 那种气势令人十分殆尽 这是我们一起努力的成果 在距离大选投票 只剩数周之计 我们的各地办事处 仍持续在找更宽敞的地方 以容纳踊跃加入的志工 谢帕德费尔雷 Shepard Ferry 提为希望的 平面艺术竞选海报 似乎无所不在 当中风格化的 红白蓝三色 构成的我半身肖像 双眼凝视着远方 这场选战 让人觉得超越了政治 跨进了福斯文化的领域 威拉瑞取笑我说 你成了最新时尚 我对此有所忧虑 虽然理想中的政治实现了 无数的年轻人 投入我们促进变革的行列 不同种族 与社经地位的人们 凝聚在我们的旗帜下 使我引以自豪 但是持续地提高 我个人的象征意义 其实违背了我们诉求全体变革 而非个人改变的初衷 这使我感到迷惑 必须实时确认自己不会得意忘形 并提醒自己 艺术家创造的形象与不无瑕疵 且常感到茫然的我 相去甚远 我抗拒也是因为担心自己 一旦当选总统 恐难全然满足 当前投射在我身上的各种莫大期许 自从赢得民主党提名之后 我阅读报纸的体验开始出现变化 心情变得起伏不定 所有的头条新闻 每一篇报道一切被揭发的真相 都成为我必须解决的问题 而且难题很快就堆积如山 虽然问题资产纾困计划法案已在国会过关 金融体系却仍旧陷入瘫痪 而房市也持续探底 失业率一节节升高 各方更猜测三大汽车制造商很快就会沦入险境 我没有因为必须承担起解决这些难题的责任而被吓倒 事实上 我憧憬着担负重任的机会 然而就我所知 在情势好转之前 事态还会显著恶化 化解经济危机将是耗时且艰辛的苦差事 更不用说另外还要逐步收束两场战事 推广医疗健保 以及努力防止气候变迁 造成地球浩劫 这需要一个与执政当局合作的国会 有意愿的盟友 以及了解状况 乐意投入且能承受压力的市民共襄胜举 而不能仰赖一个单打独斗的救星 如果变革未能迅速来到 会发生什么事呢 假使挫折与妥协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支持者会如何回应呢 我和团队成员时常开玩笑说 我们真的想赢吗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马丁的说法则更具族群意识 我们判了232年了 而他们非得等到国家分崩离析时 才把他交给黑人弟兄 10月下旬 来自夏威夷的信息 比任何选战相关消息 更加使我心虚激动 马雅治店说 医生认为 外祖母所剩时间不多了 有可能撑不过一周 外祖母现在只能躺在公寓起居室 一张向医院租借的床上 由安宁缓和护理师照护和协助使用 缓解痛苦的药物 虽然前一晚她曾突然清醒 并向我妹妹询问选情最新进展 但现在她又陷入意识不清的状态 因此 我在大选投票前12天 播出36小时前往檀香山向外祖母道别 当我抵达外祖母的公寓时 玛雅准备了一些装满旧照片与书信的鞋盒 坐在沙发上等待着我 她说 我想 你可能会想要带一些回去 我从咖啡桌上挑选了数张照片 其中有我的外祖父母与8岁时的母亲 在优胜美帝一处草原灿笑着 4、5岁时的我骑在外祖父肩上 身旁浪花四溅 还有我们四人与盘山学部的玛雅 在一棵圣诞树前笑脸盈盈 我把椅子拉到外祖母床边坐下 双手环握住她的手 她的身体日渐消瘦 呼吸极为困难 有时她会剧烈咳嗽 发出如同金属齿轮摩擦的刺耳声音 偶尔她也轻声泥难 但听不清楚她要说什么 她是否梦见了什么 我很好奇 她是否回顾并反思了自己的一生 或是她认为这样太过于自我担忆 我想 她应当重新审视了人生 陶醉于昔日恋人留给她的回忆 或年轻时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幸福洋溢 海阔天空 虔诚似锦的感觉 我回想起自己高中时 她因慢性背痛开始无法走太长的路 那时我们曾有过这样的对话 外祖母告诉我说 巴尔 当人渐渐变老内在依然还是同一个人 我记得她透过厚重的老花眼镜仔细端详着我 仿佛是要确认我有专心听她说话 你会被困在身体这个可恶的开始崩溃的奇妙机器里 但是你依旧是你 懂吗 我现在明白了 我一边摸缩着外祖母干扁瘦削的手 一边和玛雅聊了大约一个小时 主要是谈论她的工作和家庭 最后 我再也承受不了这个房子里充满的种种回忆 他们像万花筒里的镜像一般相互碰撞 结合合折射 于是我告诉玛雅 我必须出去透透气 我与吉布斯和特勤局干员商量后 决定不告知在楼下守候的媒体记者 直接搭电梯到地下室 然后从车库出去 再左转进入外祖母公寓大楼后方狭窄的街道 这条街35年来几乎未曾改变 我行经一处小型日本神社和社区中心后方 然后见到整排木造住房 其中错落夹杂着一些三层楼的钢筋水泥公寓 我的第一颗篮球 父亲在我十岁时送的礼物 曾在这条街跳上跳下 我过去常沿着往返附近小学球场 必经的不平坦的人行到运球 外祖母曾说 她始终知道我要回家吃晚饭了 毕竟她在十楼的公寓里 就能听到我那讨人厌的拍球声响 我也常跑到这条街上的超市 为外祖母买香烟 因为她总是保证 只要我能在十分钟内往返 就可以用找回的散钱去买糖果 后来 我十五岁时在三一冰淇淋 Baskin Robbins店找到第一份工作 轮完班后回家 也都要经过这条街 记得我当年向外祖母抱怨 薪水少得可怜时 她只是哈哈大笑 时代不同 生活也截然不同 我当时的生活 对世上其他人来说或许卑微又无意义 但我从中获得了外祖母的爱 当外祖母离开人世后 再也不会有人记得我那时的生活 或那段岁月里的我 我突然听到身后传来杂踏的脚步声 媒体记者不知用什么方式得知了我这趟行程外的短途旅行 他们聚集在对接人行道上 摄影记者们忙着架设脚架取景 手持麦克风的文字记者们则尴尬地望着我 显然内心为了要不要大声向我提问而挣扎着 他们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 而且举止很有分寸 我快速地朝他们挥手 然后转身走掉头裤 我只走了四个街区 但再多走也没意义了 因为我已明白 我想找寻的事物已不复存在 于是我离开夏威夷 回去打选战 八天之后 大选投票的前夕 玛雅致电告诉我 外祖母过世了 当天是选战最后一日 我们预定那晚 前往北卡罗莱纳造势 然后转往弗吉尼亚 进行最终的竞选活动 在动身前 阿克赛轻声问说 是否需要帮我再竞选演说词 加上一段前言 简短地宣布我外祖母辞世的消息 我向他道谢并表明不需要 我知道自己想说什么 那是个美妙的夜晚 细语飞飞婴儿十分凉爽 在造势会场的音乐 欢呼声与口号声逐渐平息后 我站在户外舞台上 以数分钟时间向群众 讲述我外祖母的事情 她成长于大萧条时代 在外祖父投身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从事生产线工作 她对我们的家庭有何意义 可以如何启发福斯 我说 她是全美眉眉无闻的英雄人物之一 他们不为人知 报上看不到他们的名字 但他们日复一日辛勤工作 照顾家人为子女和孙子女牺牲奉献 他们不寻求斩入头角 他们只求努力做正确的事 在场的各位当中 也有许多像这样默默付出的英雄人物 毕生卖力工作 毅然牺牲自己的母亲 父亲和祖父母们 当他们看到子女或孙子女或增孙子女 过着更好的生活 就会感到心满意足 这就是美国的意义 我们正是为此而奋斗 这是我觉得自己所能给予的 最好的结束竞选演说 身为总统候选人 大选投票日 让我觉得出奇的平静 因为不再有造势大会或市民会议 电视与电台不再播竞选广告 新闻节目也没有任何实质材料可以播报 竞选办公室也显得空荡荡 因为工作人员和志工都上街去鼓励选民投票 全国各地选民走进黑色帘幕后的圈票处 选择他们最喜爱的候选人与政策 此时 某种神秘的集体炼金术 正要决定国家与人民的命运 我深刻的觉悟 现在他已不在 我掌握之中了 我所能做的就是等待 普洛飞与阿克赛 差点被这种无助感逼疯了 拼命以黑莓机搜寻各处实地报告 而与天后状况等 任何可工作数据点 Data Point的信息 而我则以相反的方式 面对不确定状态 轻松地享受广播节目的乐趣 那天我从一大早开始 接连打了一系列电话 给上下班开车时段播出的电台节目 其中多数是黑人电台 我主要是提醒大家去投票 大约七点半左右 逆雪儿与我带着玛丽亚和沙夏 在里海德公园社区自宅 仅数个街区的百拉休史密斯小学 Lewish Smith Elementary School 完成投票 然后送他们上学 接着 我到印第安纳波利斯 很快地转了一圈 探访了当地的竞选办公室 并与一些选民握手 之后 和克雷格 一些老友和他们的儿子打了一场篮球 在爱荷华党团会议那天早上 我们打了一场球 结果赢了党团会议 而在心喊不下初选当天 我们没打球 结果输掉初选 因此我们开始迷信打篮球能带来好运 老友的儿子们都伸手脚节 球技高超 使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那是场竞争激烈的球赛 我们像往常那样 讲了些无害的垃圾话 但没人严重犯规 我后来才知道 克雷格特的吩咐大家别乱来 因为他的妹妹蜜雪儿若看到我 带着黑眼圈回家 会对他心事问罪 与此同时 吉布斯持续追踪着 关键决战州的最新消息 并向我回报说 全国各地的投票率 似乎会打破一些记录 而这造成了一些问题 有些地方的选民等了四 五个小时才完成投票 吉布斯还说 新闻报道显示 那些选民虽然苦等多时 但太半兴奋多于沮丧 有些年长选民坐在户外折叠以上 志工们则忙着发送提神的茶点 仿佛这是一场街区居民大会 下午剩余的时间 我都待在家里 从容不迫地做些事情 蜜雪儿与两个女儿则忙着梳理头发 我独自在书房里修改圣选与败选演说稿 大约在晚间八时 阿克赛致电说 电视新闻网宣布 我们将在冰州胜出 马文接着告诉我 我们应动身前往事中心的饭店 首看开票进展 然后转往格兰特公园的群众大会会场 住处大楼正门前的特勤局干员与车辆 似乎在过去数小时内增加了一倍 负责护卫任务的杰弗吉伯特与我握手并短暂的拥抱我 芝加哥那时反常的暖和 气温约有华氏六十多度 当坐车开上湖冰公路时 蜜雪儿和我悄然无话 我们静静凝视着 那些跟湖 听着女儿在后座嬉闹 玛丽亚突然问说 爸比 你赢了吗 宝贝 我想我赢了 我们要去参加庆祝派对吗 是的 你为什么问这个 嗯 好像没有很多人要来 因为路上都没车 我笑着想说女儿说得对 除了我们的车队之外 六线道的公路上 双向都没有其他车辆 饭店的维安工作也有所调整 楼梯间部署了武装的反恐特警队 我的家人和数名亲密的朋友 在饭店套房里谈笑 孩子们相互追逐嬉戏 然而房里透露着一些诡异的气氛 面对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 大家的内心似乎还无法安顿下来 尤其是我的岳母 她无法假装轻松 我注意到她坐在沙发上两眼盯着电视 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我试着想象她的想法 她是在离此的锦树里的地方成长 那时黑人在芝加哥许多社区甚至安全堪余 她的父亲和多数黑人没有机会成为上班族 也无法从白人控制的工会取得会员资格 被迫只能从事寻回零售工作 在当时 黑人当总统根本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甚至像是要猪飞起来那样不可思议 我在她身旁坐下 然后问说 你还好吗 玛丽安持续盯着电视 耸了耸肩 然后说 这太不可思议了 我只起她的手紧握着 并告诉她 我了解 我们默默地陪伴彼此 坐了数分钟 然后 电视荧幕上突然出现我的脸部特写照片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接着宣布 我将成为美国第44任总统 泡房里众人欣喜若狂 大厅也传来人们高声欢呼的声音 蜜雪儿与我相拥而吻 然后她优雅地抽身 笑着摇摇头 并不惊异地打量了我一下 这时雷吉和马文冲了进来 热情地一一拥抱大家 不久后 普洛菲 阿克赛和吉布斯都走进房间 他们急着向我一一报告 各州计票结果 数分钟后我打断他们 并真诚地表示 他们的技能 心情付出 动见 任性 忠诚 用心 整个团队的投入 以及我的一切努力 共同造就了此刻的成果 关于那往后来发生的事情 我的记忆已有些模糊 我依稀记得 麦肯致电向我道贺 他的话 像他的败选演说词一样庄重 他强调美国因以我写下的历史为荣 并承诺他会协助我成功执政 小布什总统多为外国领导人瑞德宇佩洛西也先后致电祝贺我 我还记得会见了拜登91岁的母亲 他很满意地告诉我 他曾因拜登一度不考虑当我副手而把他责骂了一个 那晚芝加哥的夜空星光熠熠 有20多万人聚集在格兰特公园 当我站上舞台时看到现场有不同种族的男女老幼有些人可能富裕有些人可能贫穷有些人或许声名远播有些人或许眉眉无闻他们之中有人心醉神迷喜不自胜更有人喜极而起我后来重读了当晚的演说内容也听了幕僚与有人追溯当晚在现场的感受因为我担心自己对那晚的记忆会像12年来发生的许多事情那样 被我见过的相关影像逐渐改变 那些拍下我家人走向舞台的影片 以及记录现场群众百态与宏伟背景和灯光的照片 虽然美不胜收但并不总是符合实际经验 事实上我最喜爱的那晚的照片并不是在格兰特公园拍摄 而是我在公园演说的同时与林肯纪念堂拍的一张照片 拍照者在多年后把它送给我当作礼物 照片中一小群人聚在纪念堂台街上 他们的脸因夜色而显得朦胧 而他们背后的巨大林肯像则沐浴在耀眼的灯光中 大理石像的脸部粗犷 双眼略显悲伤 我后来得知 那群人当时正听着收音机 静静地沉思我们民族的本质 以及民主的未来发展